很重要对吧 再一个呢就是说 还有一种所谓的科学迷信 他认为这个 人家都是最科学的 配出来的奶粉 比人奶还要好 我觉得这完全就本模倒置了 我觉得今天恐怕 更重要的原因 就昨天我们也谈到这件事情了 更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工作状态 生活状态使得 我们的就是产妇啊 已经没有办法来 没有时间未来 没有办法来对付这个婴儿吃饭的问题了 就自然吃饭的问题 所谓吃母奶 原因什么呢 他的工作场所 你告诉我 一个就是一个大楼里头 怎么可能还是 我马上告诉你 我马上告诉你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 有很多美国的同事 他而且他是很多 因为职业 他都生孩子很晚 按说他比如30多岁 已经不太适于自然生产 自然的奶 他都坚持这个 他有一种挤奶 挤奶器 这是很普通的 那不是奶牛用的吗 你这么一样 那没关系 我不在意 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人奶牛 你可以这么说 那时候我觉得像个大奶 他很容易的 你就在挤奶器 放到瓶子里 而且可以把这个挤出来的 挤奶器取出来的奶 放到冰箱里边 留在家里边 然后上班 你可以照样上班 然后家里面的 或者是你的丈夫 一上班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你就不用挤了吗 不用 你可以带着挤奶器 你带着挤奶器 我跟你讲 虽然说母乳喂养好 但是母亲吃的饲料 会不会影响的 不是母亲 你这个饲料 你真把我刚才母乳了 不是 有 我明白你的意思 有影响 我们吃的时候 不是 我跟你聊 这所谓胎教 我听见一个资料说了 中国做得到 中国能行 说世博会 世博会这次 对这个肉食的标准 进行严格限制 限制之后 你就要造成什么 那个农村里 有些拿那个小料 喂的那个猪牛羊 肉贩子不要了 什么叫小料 就是瘦肉精 这个瘦肉精 加在饲料里 可以让这个牲畜 它不长肚子 就不像苏里 它长肌肉 光长肌肉 长肌肉 过去瘦贩子喜欢 因为产肉 瘦肉量高 肉贩子还喜欢 收购这种肉 但是世博会 这么一要求 说农民说 你让我们喂那小料 加这个瘦肉精的肉 都包食了 因为自然喂的饲料 这猪可能就肚子大 肉脂肪也较多 肉也少 但那是所谓自然 对 就说明人吃的东西 也会影响到 人分泌的东西 当然 就近年包括给那个 就是牲畜打抗生素 使得它能够不生病 它的抗体增加了 但是这种打过抗生素 生产很快 就是不太生病的 这些肉 你吃了以后 在你身体里引起 你的抗体 就是对抗生素 等你生病的时候 你再吃抗生素 都不管用了 对 一样的 包括我们这家乡精 我看这个报道以后 还说 为什么我刚才说母乳 这个是最好的呢 我还要强调一件事 就是水乳浇荣这件事 你们是男性是不能体会了 确实它是一个 但我能理解 你不能说不能体会到的 真的 但是我能理解 我说的是 没喂过他还没见过 对 但是这是 就是说 首先它是一个 特别美好的一个经验 你跟母乳 当然 而且它在 它是最有抗 就是小孩不生病 在第一年之内 你喂美乳 这个是普世价值观 这普世价值 然后我们这边的标准是 六个月之后 配给的奶 奶粉 就国家规定都可以加一些 比如调味剂 就这就添加剂了 是吧 香精 但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 从六个月以后 然后十二个月以后 喂的奶粉 你又可以加一些什么东西 其中就有一些东西 其实对小孩的健康 可能就你要打文号了 当然是了 就是这样我想起一件事什么 我觉得很奇怪 我是赞成你这样的一个 基本价值观的 就是说 但事实上现在是 我们遇到是 遇到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你看我们很多的食品 特别是跟一人有关的 里头 就是说 五十几种 所谓的营养素 或者说 有营党的那些成分 给你罗列出来以后 结果人都不相信自己了 几千年的那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被那个所谓的 就是说 宣传的那些五十几种 所谓的这种成分 给哄诸了 就是说 这个比人奶还要好 是吧 就得出结论 而且我跟你讲 咱们现在进入的 这种人造社会 人工社会 为什么我说 这次奶粉这个事 大家都不要那么自私 不要老想着 我个人的得失 对吧 你得 比如我认为 他提出了另一个 具有建设性的问题 提醒公众注意 这个问题 我早在几年前就注意了 这几年 我一直在担心这件事 你这都是什么 磁激素的问题 磁激素的问题 首先我要教给你们认识一种物质 所以我说这话题有建设性 这个叫做 就是什么 人工合成化合物 益磁激素 具有类似磁激素的功能 广泛存在于周围环境 例如二连分A 常用于塑胶和缓氧树脂场 可以高浓度渗入人体血液 胎盘和胎儿 你让科学家把接受实验的青蛙分三组 放在三种这个水质当中 放在高磁激素水质的青蛙 一组当中的磁蛙的比例 上升到了95% 另一组则全部变成了磁蛙 公的变母的 你知道吗 天哪 虽然你这么说 就是说现在就是说 男性趋向女性 什么就跟这个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大家为什么喜欢小沈阳呢 我告诉你 人有的时候 咱们那天说过 你老以为啊 你脑子里是产生了一个什么思想 可是实际上啊 可能是你身体的化学物质 咱比方咱知道打一针 你就会产生某种思想 某种情绪 对吧 你腌制现在的这个文化 转阴柔 转中性 跟这个物理状态有关系 跟你的身体变化 跟文化 这个外国科学家已经说了 亚马逊河的那个有个出海口啊 因为很多塑料的那个废物放在那里啊 在出海口上发现那个鱼啊 都是二蚁子鱼啊 你知道吗 他这个这个 二蚁子 这是一个骑士 骑士性词啊 那个我的国里呢 也讲到这个 就是说他们的一个小镇上 本来那个鱼就这么大 结果最后就是由于工业污染啊 那个鱼喝了那个工业污染的水之后 长得奇大无比 都把当地人吓得够呛 那最后就是说 当地食用这个鱼的人 产生了一种就是所谓的怪病 就是食物链的 但是呢 我还是不太同意你这个说法 就是说 可能某种物理 这是可以觉得吗 某些比如说物理状态 那我相信可能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 但是呢 我想